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自天际的云层中渲染开来时 鸟群飞过了湖面上的天空 西湖水波安静 小营州坐落其中 这是水中最为美丽的园林 环绕低岸的树木郁郁苍翠 有凉亭曲桥坐落在其中 四周低岸人群汇聚间 水里的莲河正开得茂盛 朵朵粉红 小营州的最中央的是一座宝庭寺 也有些人趁着还有些时间 入内静香礼服 这等格局在后世倒是已经看不到了 一艘艘的画坊楼船 眼下正如月牙般的环抱在小营州一侧 最中央的那艘大船上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按照前几次的程序 深时作用 大家到船上开始入席 随后由知府大人说说话 几位老人也说说话 接着大家议论交流 夕阳之中 由福庆老厨子奉上的精美餐点 吃吃喝喝 吟师作父 晚上则赏夜景 放花灯水灯 基本也就是一个这样的流程 这是距离大伙上船的时间 还有些许空闲 实际上 深时是下午三到五点 而到大家正式就会 知府等人出来 通常都要到深时两刻 也就是下午四点钟以后 在这之前 例如如今的杭州知府 陆推之 大如前夕闻 沐伯长 汤修玄等人 基本上也会互相拜会 或是私下里见上一些人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利益来往 是深是浅 便不足为外人所到了 杭州城中 始于五朝景汉三年大汉时的 这场力求师会 一度决定了许多明面 暗面上的事情 当然 对于今年才到杭州 例如宁义夫妇之类的人来说 就算有再高的天分 自然也难知其中内容 在这之后 他们也就没什么机会 了解其中的内容 到底为何了 在景汉九年的这场诗会 并没有开到最后 此后 在这场诗会时间里 陡然发生的那件事 以令人猝不及防的态势地 震动了整个东南大地 也令得许多的事情 都没能达到最后 当然 在眼下的这个时间里 所有人还是一如往常地 做着他们的事情 期待着 接下来理所应当的事件进行 低岸的树荫间 父亲的女子 滚指弹拨 轻柔低唱 让风声将她的歌喉 在这片周子上传开了 钱家传上 钱锡文方才见过了 常家的子侄 此刻向管家说了一些话 也微微带了一两句 有关宁毅夫妇的询问 他给了宁毅帖子 先前倒也旁敲侧击地 跟楼敬林询问了两句 有关苏家小姐和宁毅的事情 若宁毅此时来拜访她 她是要见的 但宁毅夫妇据说是已经到了 却并没有直接登船求见 倒是让她心中有几分玩味 当下只是笑笑 让钱玉出去 叫另外一些人进来坐坐 其实她好的是学问 平日里到处讲学 家族利益之上 求的是中庸的大道大士 旁人若是迫切了 她固然能理解 心中却未必喜欢 另一方面 从钱家这边出去 尝试如今的家主 开始过去拜访 穆伯长 汤修玄等人 路上倒是被许多人打招呼 寒暄 他也就一一应酬 倒是令得周围一圈 都成了众人的中心点 几乎堵塞了 低岸上的艳道 杭州几个真正的大家族 家主皆是学问精深之人 毕竟此时乃是文人的天下 若不能诗文传家 也就成不了真正的气候 今年年初 长家的长鱼庵过世 但由于底子打得好 这时的长家 在杭州倒并没有衰落 反倒由于此时的家主 乃是长鱼庵的儿子 一干老人都得以子职代之 这次的师会 只要是认识的 长辈们都免不了 要对他嘘寒问暖 若是贫辈 晚辈 也都得回忆一番 长弓的功绩 唏嘘不已 待会儿的宴席会上 知府大人口中 必然也免不了 这样的主题 只要把握得好 长家倒是会成为 这场宴会的主角 这边各种寒暄 放在文人眼中 大抵都是些 屈颜覆世之徒 那边树荫之下 凉风之中 也早有一观翩然的书生 雪子摇摆着折扇 一面听着几位姑娘的琴曲 一面对着周围 开始应景 附施了 偶有佳作便在周围传扬开来 停泊在众多的船房间 楼家的画坊之上 楼静林送走了一位拜访的老者 满脸都是笑容 心中则在思考着方才的一些事情 刚才在湖上 钱家的船主动地靠了过来 钱希文亲切地邀他过去续话 这事情令得他现在心中也在疑惑着 钱家与楼家 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来往 对方是师叔传家 盘踞一方的大地主 而楼家顶多是因为在官场上 有不少关系 因此才得以往上走的大家族 在旁人眼中 两家的地位或许只差一线 但他却知道 这一线的距离 若没有一两代人的奋发和运气 恐怕是追赶不上的 钱希文的年纪比他大不了太多 但若是遇上了 楼敬龄还是得称呼对方一声前功 本来是没有太多来往的两家 对方忽然靠过来 杂七杂八地闲聊一通 他虽然也是酒精风浪之神 一时间却也难以弄清 对方的想法是什么 到底算不算是什么亲近的暗示 或者是因为长鱼安过世 那几个老人因为某些原因 准备对长家动手了 若到了某个时候 那些人真的发难 楼家见机而行 这种冷魔良可的暗示 其实倒也是够的 只是怎么想也觉得不太可能 钱希文闲聊之间 倒也提到了宁毅 苏坦尔这对夫妇 只是在楼敬龄心中 自然不会认为是这样的理由 楼家与苏家的距离 其实跟钱家与楼家的状况 也是类似 当年说过让苏坦尔嫁给楼书恒 那纯粹是觉得苏坦尔可以成为次子的贤内助 尽管如此 当时抱的也是屈旧的心情 后来双方打个哈哈作罢 也是寻常事 这次苏坦尔与宁毅过来 尽管也曾热情地招待一次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心情 说起当初的婚约只是玩笑 楼敬龄这边 并不认为这对夫妇有什么奇特的 当然苏坦尔有些能力 但自家女儿也有 她们是朋友 那是她们的事情 宁毅是什么江宁第一才子 但就算是自家女婿宋之亲 若到了江宁 想必也能自称杭州第一才子 谁知道呢 到了她这个地位 才子也不算是什么非常惊人的身份了 以第一才子之名 接近钱锡文那个大儒 这没什么 但哪怕她是第一才子 也不可能劳动钱锡文 亲自过来询问他们的关系 因此 楼敬龄倒也并没有将这些列入思考 而在会场主传的侧厅里 一干官员 学子正聚集于此 为首的 自是此时的杭州之府 陆推之 这陆之府性子随和 至少她最喜欢表面不羁之人 此时又不是多么正式的场合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便也说得开心 一大群男人聚在一起 说的不是足球 基本也就是正直了 北地燕峰一起 我欲投比从容 从军北上 随我王师驱逐达鲁 收复阴云 梁兄高义 只是如今今了 已开战许久 京城却尚未传来 确切用兵之消息 会不会 自然多虑了 其实近日 北地已经在整顿六军 如今又有 秦相负起的消息 足以见我皇当年 深谋远虑 为此事 已准备八年之久 绝不致 虎头蛇尾 依我看 只需粤鱼实质 便见分晓 看起来火巢动兵 该是故意选在了秋收之前 动兵之后便有新粮 不致令存粮供应不济 我苏航一代 向来是鱼米之星 想必负担的入仓 转运之责也是其重 到时候 知府大人便要辛苦了 可惜西南尚有换匪 而且近日 似有愈演愈烈之相 哎 陈兄此言诧异 方匪不过仙界之货 依我看 一处一处的热闹 一处一处的思考与想法 这些只是插曲 诗会前夕一个一个 并不出奇的小小插曲 汇成了小营州上 众人聚集的盛景 同样的时刻 楼书恒正站在船舰平台上 往下看 这艘花船 二楼的平台比较高 从这里看下去 小营州的围宴上 皆是郁郁葱葱的树木 远远的可以看见 坐落在那边的宝宁寺 太阳从天空中照下来 洒在他的身上 有些热 也是因此 大部分人 这时还是比较愿意 在下方道路的阴凉中 走一走 楼书恒方才从 一群人的恭维中 脱身出来 这时候身边没有人 忽然便有了一份 格外惆怅的心情 觉得眼下的事情 挺无聊的 其实他常有这样的心情 或许每个人都会有 不过他方才的心情 大概是因为一件事 他刚才遇上了苏坛儿 傅黛的经过如想 他跟一些朋友 从那边过来 遇上大家在写诗 他当时诗性勃发 便当场做了一首 诗作的风格相对狂放不羁 做出来也是一气呵成 他一贯的风格 便被人称赞有唐诗遗风 写了这么些年 眼下这首也是堪称代表作之一了 主要的倒还不是诗作 而是作诗时的神态 心情 以及一气呵成的文采风流 得意之余 他倒也注意到了 刚才作诗的时候 苏坛儿与另外一名女子 也在旁边看 那女子应该是罗田的妻子 文海英 两人明显是对他大为佩服的样子 然后打了招呼 对方就走了 这也是常态 而对于楼书恒来说 写诗 被人仰慕 也是常态 没什么出奇的 他当时心中 没想什么 不过随后跑去 来喝水 身边没人的时候 心中倒是一阵阵的想法 涌了上来 主要是关于苏坛儿的样貌 笑容 商场上的能力 这些天 她的东奔西跑 这样那样 她对于苏坛儿 原本倒是称不上 有多么动心 毕竟游戏花丛这么些年 苏坛儿是个美人 但比他美得 楼书恒倒也不是没见过 但他们都不是他这样独立 没有他这样的气质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 父亲越渔之前 开玩笑地说 这苏姑娘 当初差点成了你的妻子 那时的心情 又浮动了上来 存在一种可能性 征服这样一个女人 跟征服其余姑娘的感觉 是完全不同的 这时候只是想想 心里就免不了一番忌妒 例如妹妹有时候 开她玩笑 她倒也不觉得 当初可能有婚约 是什么大事 但这些心情总免不了 现在她看到自己作诗了 心里是什么想法 心里是什么想法呢 刚才那认真的眼神 自己可是看到了的 仰慕肯定是有的 可惜呀 已经嫁人了 还是个入赘的什么第一才子 就算有些才华 大家在气质 气势上全然不同 如何能比 心中浮动着这些情绪 忽然就懒得 去跟那些人搅和了 方才一番表现 此时心中寂寥 大有心如猛虎 细袖强挥 盛宴过后 泪流满面的感觉 随后信不而下 她走在人群中 一时间 有些朋友未有过来 就算有人打个招呼 她也只是随意微笑点头 这时候不太想说话 快走到前方岔道时 看见了前方树下一名女子 正在谈唱 旁边两名女子 正在与她交流谈笑 周围围了一群人 那些女子她倒是认识 早捧过场 虽然还是清官人 但这时候心中 倒没什么挑战 或者过去献殷勤的欲望 没什么好看的 脑袋望向另一边 也都是行走的人 真是无聊 但随后 她看到了荷花池边的 两道身影 那两人也在听琴 由于这边人 围得太多 太恶心 他们倒是站在了 荷花池那边 在树下斜斜地望过去 其中一人正是宁立恒 而另外一人 却是苏塔尔身边的一名乖巧的丫鬟 她倒是不知道叫什么 这时候可以过去打个招呼 不过她在这里看了一会儿 倒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那边主仆两人在说话 小丫鬟有时欢笑 有时沮丧 有时微称 有时娇憨 有时还一跳一跳的 往水池那边 父亲的女子望去 而宁一脸上也都是笑容 跟她与苏塔尔在一起的保守模样 却有些不同 然后楼书恒发现 那宁立恒在某一刻 甚至还握住了小丫鬟的手 真是亲切 她摇了摇扇子 在这边笑了笑 随后朝周围看 心中想着 要是苏塔尔看到这一幕 会怎么样呢 她是不屑告密的 但苏塔尔也没有出现在 她的视野当中 她心思复杂 随后朝那边走过去 准备吓一下他们 蛮有趣的 跟丫鬟搭上的坠续 简直跟以前 家里那个搞大了 丫鬟肚子的马夫 没什么两样嘛 她是这样想的 而随着越走越近 心中的某些想法 也忽如其来地发了牙 并且瞬间扩大 她一向是风流不羁之人 想到了 于是顺手也就做了 这边 宁立与小缠的背影 也是这个大舞台上的小插曲 并且即将变成 稍微大一点的中等插曲 楼书恒走近了两人背后 她拍了拍宁义的肩膀 宁立恒 宁义回过头的瞬间 她一拳就打了过去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214章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去五八雅居 后期制作 有多痛 梦无思想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